北京时间9月23日,女排奥运资格赛进行第六轮的比赛,这也是倒数第二轮,随着比赛接近隐身,晋级巴黎奥运会的球队也逐渐明朗。 中国女排最后两名分别对阵东里尼加和萨尔维亚,跟目前已经遭遇二连败的中国女排来说,这两场比赛不容易有失。 本次奥运资格赛一共有24只队伍参赛,三个小组8只球队进行单循环赛,每个小组前两名直接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,同时加上东道主法国女排,也就是在本次女排奥运资格赛结束之后,将会确定7只晋级巴黎奥运的队伍。 剩余的5个奥运名额将会根据2024年6月17日的世界排名来决定。 而要知道,目前的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第6位,如果本次奥运资格赛拿不到直通巴黎奥运的名额,通过世界排名这个方式并不保险,所以中国女排无人巴黎奥运绝不是危言耸听。 而在本次奥运资格赛开始之前,很多球迷都预测中国女排能够非常顺利地拿到巴黎奥运入场券。 首先,我们是三个东道主之一。中国女排所在A组比赛,在宁波北伦进行,这里正是中国女排平时训练的地方。 除此之外,中国女排所在小组的对手,除了世锦赛冠军塞尔维亚女排是一支世界级强队之外,荷兰和多米尼加两支队伍具备一定实力。 不过中国女排还是有很大概率取胜的,剩余的四支队伍,加拿大、捷克、墨西哥、乌克兰,其整体实力应该说很难与中国女排相抗衡。 综上不难看出,中国女排在本次的奥运资格赛,算是占据天时地利人和,只要正常发挥获得小组前两名的概率很大,也就是说中国女排第一时间拿到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难度并不大。 然而在五轮比赛过后,中国女排仅取得三胜二负的糟糕战绩,战列小组第四位,其中2比3不敌加拿大和荷兰的两场比赛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。 论整体实力,中国女排完全在加拿大和荷兰两支队伍之上,面对加拿大女排,中国女排输的三局均是仅差2分,确实太遗憾。 而面对荷兰女排,中国女排在先赢两局的情况下,被对手连班三局上演大逆转。 中国女排在第四局的时候,最多领先7分,同时局末阶段以24-21拿到三个赛点机会,最终被对手逆转。 这样的输球确实令球迷非常7分。 前五轮过后,荷塞尔维亚、多米尼加、荷兰三支队伍均取得4胜1负,同时,积分也都是12分。 排名前三位,中国女排3胜2负即11分位列第四名,加拿大女排同样也是3胜2负,但其中有两场是3-2的比分,所以紧急8分,暂列第五位。 捷克、墨西哥和乌克兰三支队伍实力太弱,并不具备冲击奥运会入场券的能力。 至此,中国女排在最后两轮面对多米尼加和塞尔维亚的比赛均是生死战。 在第六轮比赛中,塞尔维亚3-0横扫了荷兰女排,积分达到了15分,已经在争夺巴黎奥运门票上占得了先机。 中国女排则是1-3不敌多米尼加,积分没有变化,依然是11分,多米尼加则为15分。 而中国女排即使最后一轮3-0横扫塞尔维亚女排,积分也仅有14分,无法超越目前已经15分的塞尔维亚和多米尼加。 至此,中国女排提前一轮无缘直通巴黎奥运会,这样的局面确实令球迷无法接受。 中国女排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,没有第一时间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,作为球迷的我们肯定是不满意的。 而最终中国女排真的无缘巴黎奥运会的话,作为主教练的蔡斌,一定会成为中国女排历史上最大的罪人。